韩媒,阿联酋计划采购韩国地对空导弹系统,合同总价达35亿美元 韩联社11月16日报道称 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在其官方推特上发文表示 计划与韩国签署韩国制造的中程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天工的采购协议 总价值达35亿美元 报道称 天工号称韩版爱国者导弹 是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和韩国军工企业被取代老旧的英式导弹而研制的防御系统 也是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武器 天工导弹防御系统由交战控制战、多功能雷达、发射台和导弹组成 一枚价格达15亿韩元 最大射程可达40公里 它能实现360度无死角防御 一个发射台能最多搭载8枚导弹 并进行连续发射 阿联酋当地媒体报道称 天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程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之一 若双方顺利签署协定 阿联酋将成为采购天工的首个国家 另据今日海湾报道 阿联酋国防部下属负责采购协议的塔瓦尊经济委员会的一名高官表示 结商已取得相当进展 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双方商店将按照阿联酋空军的运用条件研发防御系统